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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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今天和大家做 牛油香味香到隔壁屋都聞到的牛油曲奇 做曲奇和做蛋撻皮很像的 首先我們準備好材料 250克低筋麵粉 225克無鹽牛油 90克砂糖 還有一隻雞蛋 首先我們把砂糖和牛油用慢速拌勻 牛油用回溼溫牛油 打發的時候會容易些 用砂糖和糖粉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焗出來都沒什麼分別的 但打發的時候用砂糖會容易打發些 拌勻之後我們可以轉做快速 把牛油打發 把牛油刮到中間 令到打發均勻 整個打發過程大概20分鐘左右 打到牛油顏色變成奶白色 大家可以看到 好像忌廉一樣的顏色 牛油打得越發 烤曲奇就會越鬆 但是如果打得太快 烤的時候曲奇就會扁得很厲害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雞蛋發均勻 慢慢加下去 Alfivalל 拌至鴨蛋跟牛油完全混合 這樣我們就把它抓到中間 然後加上麵粉看下去 用慢速把它弄均 stretching 然後加入麵粉 搅拌均匀就可以停机了,不用搅拌得太久 大家可以见到,完全见不到面粉粒 我们把它放在桌面上 今次我会用两种方法做不同形状的曲奇 一种就是用擠袋擠出来 如果我们用擠袋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放入擠袋 我会用擠嘴擠几个形状给大家参考 要注意,擠的时候要擠厚和高一点 因为焗的时候,曲奇会有点变回来 和厚一点的曲奇,我会觉得特别好吃 为什么一开始要擠了曲奇呢? 牛油刚刚打发完,会比较软 擠的时候就好擠些 这个我就用不同形状的擠 黏了一盘了 剩下的,我会用另一种方法做 首先我们把它拌成圆柱 然后包好保鲜纸,放入冰箱冷冰半个小时 目的是把面团冰硬 一会切的时候,切出来的形状会更好看 另外剩下一点,我会加一点朱古力碎 把它拌均匀 如果大家不喜欢朱古力的 可以加一点果仁或者干果之类的 都没问题 然后把面团包好保鲜纸 和刚才一样,卷起来包好保鲜纸 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 曲奇冰硬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切了 切之前把它拌均匀 刚才提过,焗的时候会变回一点 所以现在切厚一点 朱古力也是一样这样做 用不用牛油纸呢? 视乎你的盘子 如果你的盘子很足够 而上次用完洗了 最好用牛油纸或者掃一掃油 就不怕它黏了 搞定就可以直接放入焗炉了 160度,焗18分钟 焗到有少少金黄色就可以出炉了 如果焗得太深色,牛油味就不香了 曲奇放冻才好吃 细细的 细细的,随时都可以吃几件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也订阅你的相机 ecos